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月16日报道,维也纳市警方向卫星通讯社表示,约17000人12月15日走上奥地利首都街头,参加版政府游行活动。 游行发生在2017年保守派奥地利人民党和右翼奥地利自由党政府联盟上台一周年之际,集会参加者,主要对奥地利政府的移民政策表示抗议。 同时他们要求缩减工时,并取消节俭措施,有视为者向卫星通讯社表示,最令我气愤的是对外国人的政策,奥地利总理库尔茨一开始就企图采取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政策关闭边境,而且还发出了诸多信念之词,我希望取消他们到目前为止所做的一切。 您抗议活动了也那是中心许多街道被封,地上公共交通严重受阻,游行示威的原因往往并不复杂,像打国只是因为纯粹的燃油顺上桥,但结果却总是出奇的尴尬。 这次,奥地利的游行示威,究竟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发展? 还有待观察,倒可能不容乐观,从报道中可以得知,奥地利政府的解解措施,以及工作时间过长,像抗议者不满。 尽管客观而言,这可能都是奥地利的一些基本经济举措,而移民问题,从来都是欧洲的难题,在这个问题上,过于采放或保守,都会得罪一部分政治群体。 客观而言,无论是法国还是奥地利,人民对政府不满的迅速上升,除了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外,与欧洲整体走到了一个历史性的节点。 密不可分,欧洲的议题化进程,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进行和平状态下政治融合的尝试,苦于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血的教训,欧洲方面试图进行政治融合。 这也是欧盟诞生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截至目前,经济融合已基本完成,政治融合推进也很不错,欧洲在对外发生上,基本可以统一口径,军事融合上进展不大。 主要依靠以美国为首的卫元保护性安全,打得提出的欧洲军设想,引起了一些回应。 但美国坚决反对,那么,欧盟接下来要做什么? 这成了一个难题。 其中,英国的脱欧对欧洲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从本质上而言,这是对欧盟模式的否定。 那么,接下来会否有国家继续跟进,效仿英国脱欧呢? 答案也是无庸置疑的,一定会。 当特朗普开始提出美国优先,并试图盘过欧洲利益时,这基本标志着美欧特殊利益关系的终结,也说明二战及冷战成果,分享得差不多了。 那么,欧洲这种高福利的社会模式,可能就难以为止了,因为经济会面临麻烦,而这种转变,必定会引发不适,甚至动荡,尤其是个别国家试图处处改变甚至改革时。 一体化进程的难以推进,以及经济上面临的潜在问题,加之一些非传统社会思潮的涌现,已成为欧洲面临的主要问题。 曾经,应把得失欧洲的三驾马车,可现在梅伊,马克龙麻烦不断,默克尔也将黯然离场,从中可以亏欠,整个欧洲都难免不闻。 如果说以前是共同分享外界利益的话,以后可能彼此之间要争夺利益。 法国与意大利在难民问题上的争吵,就是一个叠形案例。 关于欧洲的未来,仅从法国、奥地利的两场抗议,就做出过于悲观的判断,或许就是偏颇,但真心不容乐观。 当世界格局发生变化时,一定会有一个极势力首先持不消。 而欧盟或许是抗压能力最弱的,毕竟只是一个国家联盟,而非主权国家,发生在法国,奥地利的抗议绝非偶然。 或许,整个欧洲都在躁动了。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方文字幕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